俗哥说电影 方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 609 蒙鬼旅社 影片一开场就是一大段的独白 说在日本的郊外 有一幢名叫奥斯卡的别墅闹鬼 由于这件事连当地的狗都知道 因此这幢别墅既租不出去也卖不掉 把别墅的主人龙套哥急得是不要不要 为了扭转这个不利的局面 龙套哥高薪聘请了两位大师前来驱鬼 咱再来摘养一下这两位大师 一个上身长一个下身短 一看就是俩骗吃骗喝的熬眼 两位大户友吃饱喝足 开着车就来到了别墅 龙套哥一看大师来的 急忙跪在地上就拜 毛淡叔说驱个鬼而已 又不是一身亲爹 不必兴致不大的礼 地上这么冷 冻坏了前线可大整 赶快平身吧 龙套哥说九文大师房处高强 您这次可一定得帮帮忙 毛淡叔说老弟你把舌头捋直了 是法不是法 我至今还是光光汉的 你可不能拿我穷块穿 龙套哥说这好办的 只要把屋里的鬼给我去走 我一定请你做大保健 转场之后 毛淡叔带着徒弟毛淡哥走进了别墅 女鬼一看是俩吃货 当时就乐 心想反正待这也没事干 就调戏一下这俩毛淡 毛淡哥一听到鬼叫 当时就吓尿 说师父你稍安勿躁 我先去趟一号 毛淡叔一看徒弟钻进厕所 关上了门 顿时就有点慌了神了 当毛淡叔拿着法器 吓滑了的时候 女鬼突然就出现 毛淡一看当下就是一颤 女鬼也没客气 拿着刀 冲着毛淡叔的后背就捅了进去 师徒二人一看这形式 知道再不好肯定得报销 于是鸡王撒鸭子就撂了 龙套哥一看 这俩孙子跑得比狗还快 就意识到坏了菜 转过天 一个为大眼哥拍摄MV的剧组 吓他在了奥斯卡别墅 龙套哥说 我们这有WiFi有热水 就是没有闹过鬼 网上的谣言 全是那些吃饱了 没事干的人的鲜尘蛋 第二天的一早 导演小胖哥带着剧组成员去看警 眼镜哥在房里倒腾设备的时候 一个小正太突然从门口一闪而过 眼镜哥跟过去一看 才发现原来是山寨版的住院 而且那倒霉孩子 长得比左伯俊雄还难看 当他刚跑到酱油哥屋里 打算通风报气 忽然发现小正太 正在那哥们脸上连签笔字 把眼镜哥吓得当时就背过了气 到了晚上 大眼哥开始在电脑上 跟女朋友视频 大眼哥说 我现在是空虚寂寞冷 你啥时候过来陪我整 而且你可是MV的女一号 你到底买没买机票呢 他女朋友说 咱俩的事我爸不同意 他不让我去 这个时候 大眼哥的嘴岳父突然出现在了屏幕里 嘴岳父说 我闺女你根本配不上 你该上哪儿让上哪儿让 转场之后 剧组的一帮人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 清纯妹突然走进了别墅 清纯妹看到大眼哥之后 就是一愣 心想大白天活见鬼 这可真是要了命了 原来这个清纯妹 今年刚刚二十岁 他本来打算在生日那天 把自己的第一次 封闲给男友劈腿哥 可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 发现劈腿哥 正在跟龙套妹开汽车 爆脾气的清纯妹 一看可就不干了 上去一刀就让 劈腿哥领了喝汗 然后顾头不顾定的 就跑到日本来散心了 而大眼哥之所以 能让清纯妹心吃神荡 是因为大眼哥跟劈腿哥 长得是一模一样 第二天的一早 大眼哥光着膀子 在雪地里跟清纯妹拍MA 清纯妹说 看你冻成这个熊样 转场之后 龙套哥又请来大师 眼影哥给别墅去鬼 咱再来看看这哥们 面若桃花两眼寒春 一看就知道是进过身了 不过这哥们 还真是有点手段 竟然连山寨版的周院 都看得见 眼影哥说 屋里这对母子非常彪悍 搞不好就有可能领盒饭 你这活没有十万块 我是绝对不能干的 龙套哥说 这钱都好说 你要把这事帮我办成了 我还可以请你开汽车的 眼影哥一听 是甭提多高兴了 说一言为定啊 到时候你要是反悔 我可跟你玩命 眼影哥进屋之后啊 先点了根烟壮壮胆 然后就开始扯着嗓子 给女鬼叫板 时间不大 母子俩就出现了 眼影哥一看这菊花 就是一颤的 意识到又自己这块料再不好 肯定得向杨王爷报到 龙套哥眼瞅着眼影哥 跟发了情的泰迪似的 轻的一下就窜了出去 这心里是又急又气 转场之后 清纯妹开始跟大眼哥闲聊天 清纯妹说 你跟我前男友长得可真像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不过那孙子又烂又见 你应该不会也那么混蛋吧 到了晚上 当清纯妹正在跟大眼哥 用手指头玩浪漫的时候 女鬼突然就出现 女鬼说 这儿可是我说了算的 今后不许再跟那个大眼哥 闲着单了 第二天拍摄的时候 清纯妹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大家回到别墅 由于忘了带钥匙 眼镜哥正在窍门别锁的时候 突然发现女鬼正伸着头往外看 这帮人全都吓尿了 行李也不要了 开着车撒鸭子就撩了 转场之后 他们来到龙套哥家里打听情况 龙套哥说 那对母子以前确实在别墅里住 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当妈的莫名其妙的 就把儿子给干掉 兴许是担心自己的儿子 在那边太孤僻 因此他随后也跟着去了 小胖哥问 清纯妹知道这件事吗 龙套哥一愣 说什么清纯妹绿塔表 请不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 当大眼哥去撒尿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 躺在床上不省人时的清纯妹 龙套哥说 她是我侄女 滑雪的时候出了事 为了拿回剧组的行李 龙套哥又请来当地著名的 驱魔师胡子叔帮忙 胡子叔说 大家请放心 我可是科班书神的 甭管是妖还是怪 我保证让他们全都洗了菜 一帮人在胡子叔的指挥下 打着雨伞穿着情绪内裤 就走进了别墅了 拿回行李之后 大伙又摸回了龙套哥的家 当看到墙上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 大家才明白 原来龙套哥那孙子是个死变态 当初清纯妹来别墅住宿 龙套哥给他下了迷婚药之后 就开始吓唬闹 而且还拍了大量的艳照 大眼哥说清纯妹的魂魄 还在别墅里游荡 在那帮他找到方向 转场之后 当这帮人刚走进别墅 就被女鬼给堵住了 当大眼哥等人快要领盒饭的时候 胡子叔穿着情绪内裤及时出现 胡子叔拿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 东直直西点点 很快就帮大家脱离了危险 清纯妹的魂魄终于回到了肉身 但导演这孙子 显然对大团圆的结局不满意 于是很快让清纯妹就嗝了屁 影片的最后 大眼哥等人再次返回龙套哥的家 在清纯妹鬼魂的帮助下 龙套哥很快就挂了 总的来说 这部影片的时间线非常乱 而且剧情也特扯淡 豆瓣平分3.9 你就知道有多烂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泰国鬼片讲因果 我害你来你杀我 一到日本变了味 简直就是瞎胡扯